對 正如你看到的標題 最近呢 我開始投資加密貨幣 想不到 短短兩週的時間 25萬台幣就沒了 好的 在今天的影片開始之前呢 要先跟大家說一下 這一支影片會講到加密貨幣喔 那以下呢 所有我所說到的東西 都不是投資建議喔 在這邊只是跟大家分享 我投資加密貨幣的一些新的 先前投資 不要賭三家 不要影響到生活 好的 那相信大家都已經看到今天 我想要講的事情喔 那大家是否還記得這支影片 那一次我就投了一千美金 然後看看說 五天過後呢 是不是能夠幫默默買到一個新的包 那奇妙的就是 上一支影片是在7月初的時候 那時候不是說 哇要賺錢喔開心喔 怎麼就 25萬就沒了呢 請聽我快速的到來 在上一次拍完的時候呢 大概會是在7月1號的時候 那從7月2號呢 一路到7月5號的這段時間 Baby Doge呢 它從 0點 後面8個0 14572 3天內 一路飆升到0點 一樣8個0 然後後面變成60開頭 我的帳戶裡面喔 原本是大概3000塊左右的美金 飆了3天以後 飆到了12000塊美金 那自從到了7月5號以後 它就開始一路的 最多最多呢 掉到了0.8個0 然後10開頭 我就看了我的帳戶 一路從12000 掉到3000 3000以下 非常的刺激喔 才兩週 25萬 就不見了 那當然啦或許你會說 哇靠跌成這樣了 你還能趕快跑嗎 大家放心 跟股票一樣喔 這個是一個過程 那對於BabyDoge呢 其實我真的就是看好這個項目啦 那我也蠻認同它的理念 所以基本上我是一幣不賣 目標就是 上全球最大的交易所 到那邊的時候 我就會 嗯 差不多就可以開始出掉一點 哈哈 我人生當中真的從來沒有 兩週內消失25萬過的經驗 所以我覺得這整個過程 我把它濃縮在這支影片 跟各位分享 OK 人家常說 币圈一天 人間十年 這一句話呢 在這一段時間 我真的非常有體驗 你現在如果跟你身邊 任何玩美股啊 甚至台股啊 說 三天內讓你賺25萬 兩週內又幫你跌到原點 每個人都嚇死 币圈喔 它是 7乘24小時都可以做交易 那它大概分成了 一級市場跟二級市場 那寶貝狗呢 因為它算是一個新的币種 所以它現在目前處理 一級市場的位置 比特幣 以太幣啊 狗狗幣啊 他們是現在已經在二級市場 這個就是一般的公司 這個就是 上市上櫃公司 大概就是這個感覺 那你可能會聽過很多 那種什麼 幣啊 瞬間讓人爆富的 那這種故事呢 往往都是出現在 從一級市場 到二級市場的 這個中間 以跟我們最接近 跟BABYLOG最接近的 幣就是這個 SHUBA INU 就是 財犬幣 那從發行呢 到它進了二級市場 到它的 制高點 它漲了 28萬倍 很多新聞都有寫 去年差不多 在10月份的時候 隨手買了一個 17美金 它就不理它 知道它有一天 發現這17美金 成了700萬美金 你說這700萬美金 好不好賺 老實說啦 SHUBA 它在達到這樣子的位置之前 它經歷過了很多次 接近於歸零的狀態 你知道 明硬幣每天 都有上百 甚至上千個 這種山寨幣問世 當中有很多很多 都是一些莫名其妙的 不知道幹什麼的幣 出來以後 普拉的一聲上去 普拉的一聲下來 又不見 有很多 這樣子的幣種 因此呢 如果按照風險來計算 一級市場 絕對是幣圈 最可怕風險 最高的地方 如果呢 一開始你就在一級市場的時候 你就開始細細研究 你覺得這個項目好像真的還不錯 這個項目有在做事情 那你就當一個股東的身份 支持它 如果你壓對保了 自然而然到了二級市場 再繼續的噴發的時候 它自然會回放你 在一般的股票市場裡面 一間公司到它上市上櫃 再到它飛黃騰達 這可能要經歷數年的時間 但是在幣圈呢 SHUBA INU只花六個月 如果你懂得風險控管 你的投入真的是賢錢 當然你可以去以小博大 去拼拼一級市場 如果你一樣是看好 虛擬貨幣的發展 但是你又不知道 剛開始要從何做起的時候 你可以考慮的是 先進二級市場 先針對一些比較大的幣 你去做研究 進而能力 去投資他們 再過來呢 我自己其實也是一個 低權的薪酬小白 不過自從大概六月份開始 我幾乎每天晚上三四點 每日每夜的 一直在研究 薪貨幣 就是希望喔 透過BABY DOGE 這個難得的項目呢 至少在這整個過程當中 我全心的去參與 這樣我才可以學習到新的東西 那其實我最一開始 我也沒研究多久 我最後是選擇派網 去做為我進入加密貨幣的第一步 好 那就廢話不多說 直接給你們看這張圖 這一張呢 就是我在五月份左右 第一次使用派網的網格機器人 來做為我 加密貨幣的第一筆投資 那時候呢 我大概投了666美金 它運行四小時 我就賺了75塊美金 你知道對於那時候 我出入幣圈的時候 我是 我就跟大家分享了一個叫做 網格機器人的輔助工具 簡單的解釋來說 我們先撇除一些什麼 哇 會做合約啦 做空啊 什麼各種鑽切術 其實投資幣圈就很簡單 就是 你賣出的價格高於你晚路的價格 這樣子 你就可以賺到錢了 對吧 但是呢有一個很重要的 就是我剛剛有說到 幣圈它是 7乘24小時 它是沒有休息的 所以很多的時候呢 譬如說 我們睡前喔 我們帳戶裡面有100萬 結果你睡家君起來 喂 剩下60萬 結果你下班的時候 咦 我又有110萬 就是它是24小時 你不可能 Always 每天這樣盯著這個電腦螢幕 好 就算你真的都不睡 你死盯著這個盤 你看它一直往下落 你的資產一直蒸發的時候 被自己的情緒 被自己的精神移聞下來了 以導致 你跑去追掌 又殺跌 那網格機器人 其實最重要的就是 在這裡派上的用場 因為呢 這項工具呢 它是沒有感情的 跌了 它就幫你買 長上去了 它就幫你高手 歪出 歪出 不論呢 你是在吃飯 洗澡 大便 還是睡覺 它都會不停歇的 一直幫你去做運作 所以你根本 不用擔心 整個大盤的狀況 你只需要 去在意 你的天與地 那什麼叫做網格機器人的天地單呢 我們就以比特幣來舉例 現在的比特幣大概是四萬塊 你如果自己心中認為 嗯 我覺得比特幣 如果今天它能漲到十五萬的話 我就會全部除掉 OK 那我們就設定 天單是十五萬 同時間呢 你心中可能覺得 一萬五 我會大量買入 我想要抄底 好 那我們就把地單設定在一萬五 所以在這個過程當中呢 你不太會因為你的情緒 不太會因為你的工作時間 睡覺時間等等 而去影響到操盤的狀況 你也不用去看什麼太多的技術分析 你也不用去看什麼一堆的K線 買完以後 設定好 躺平 等前進來 那在這邊呢 我就用很快的時間 跟大家分享怎麼做 好 那怎麼開始第一步呢 很簡單喔 你就是打開桌面上的這個 你的手機下載好的派網 這裡就是我的帳戶 下方有一個叫做行情 這裡就有很多可以買啊 什麼 以太幣啊比特幣什麼的 你就點比特幣 這是它現在的價格是 39840左右 左架角的自動量化 下面有一個創建機器人 點看以後你就會看到有非常多的工具 大家可以以後去慢慢研究 那我剛剛最早跟你們說的這個 天地單的概念 就是在這個網格交易裡面 有一個手動設定 區間下限跟區間上限就是天地單 網格數就是你要在這個天地裡面放多少個格子 我們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是近期派我們推出的這個 比特幣天地單 它這裡都幫你設定好了 什麼15000到15萬啊 網格數幫你設定500個 設定好了以後呢 你只需要做一件事 你就直接像我這樣把它推到滿 你就會看到喔 它這裡就會分 跟MBTC跟USDT的配比 那你只要按下去 欸!就搞定啦 當它低買高賣的時候 這中間的利潤差就會顯示在這個網格利潤 這個是純利潤喔 浮動盈虧的意思呢 就是幣本身現貨的漲跌 那機器人開啟以後呢 基本上你就可以拿你的時間去陪陪家人啊 看看劇啊 或者是陪陪小孩啊等等 你其實只要注意一件事情 就是比特幣哪一天新聞跑出來說 哇!比特幣今天又大漲啦 那你就再去看一下 你就會發現 收禮物了 它整個過程呢 是會非常的舒服 雖然喔 它的風險喔 相對呢 是低很多 但是我還是要鼓勵大家喔 既然你想要參與幣圈 你真的都不懂 你可以多多的去了解 去探討 幣圈的各種大小事 好!那最後呢 雖然說我自己呢 也是新手小白喔 但是多少呢 還是有一些心得 感想可以跟大家分享 所以呢 我創建了一個 Anson的Line群 大家可以一起進來 跟我們一起去討論 讓我們大家一起成長 最後呢 我也會把派網的連結 放在下方 送給我 大家可以有興趣的話 你真的 想要 嘗試進入幣圈的話 派網送保安 蠻推薦的一個平台 好!那今天的影片 就差不多到這邊囉 如果喜歡今天的影片的話 記得給我們按讚 把這支影片分享出去給你身邊 也想要踏入幣圈 但是又不太敢踏入的朋友 最後呢 記得要訂閱我們的YouTube頻道 Facebook IG 還有我們的陌生父親 好物團公司 還有Mobile的IG 以及金星女孩的頻道 還有我們的副頻道 最後最後 寶貝哥 我們下次影片見 掰掰 大家都知道 裡面很多都是20來歲 現在都是大學生 他們這麼早的 就已經在 研究加密貨幣 在投資加密貨幣 甚至他們有可能 還沒出社會 他已經可以買下一台 Porsche 有很多這樣的人